剛剛上演完的就是總督杯決賽 南華會在上半場以2比0 暫時在領先東方 在我身邊就是伊波路的領隊徐國安 徐老闆 上一屆伊波路1,2比1贏南華 今屆未能進入決賽 而南華會在上半場以2球球領先 你跟我們講一下2球球入球的竅妙的地方在哪裡 我想2球球的竅妙就是在東方2球球都是在進攻南華會 但是南華會的部署相當好 他打一個密集突擊 盡量把東方引出來 幫他們搶到球的時候以快攻攻擊東方 第一球很明顯就是基寶的技巧 給了直線給阿羅惠治 形成他單刀可以射進第一個球 第二個球也是東方正在進攻 東方的球員都不在意 阿賴羅球踢球的時候被基寶裝到他 搶到他的球的時候 拿到球在右邊的時候 他亦都沒有立即出過球 要等到韋奧斯差不多埋到位的時候 就送一個高球給他用頭來頂入 我想這兩個球就是基於東方在後防露出的空位 是太多了 現在這樣看 東方上半場領先了兩個球之後 對於南華領先了兩球球之後 對於東方來說下半場相當難打的 如果很大膽的假設 你是東方方面的教練或者領隊 下半場你會作出一些什麼的部署 而令到這隊球可以下半場扭轉這個劣勢 我想只有希望就是 希望可以盡量在下半場的頭十五分鐘裡面 將攻擊球員那些球員可以推上一點點 盡量爭取回一個球 如果你在頭段的時間裡面 你不能夠可以增回一個球的話 我想這場球到下半段你會相當惡打 希望東方下半場就可以踢得更加積極一點 令到這場球下半場再度有高持產生 現在我們先收睇一下廣告 我先了